越狱应该是每个被关进监狱罪犯的梦想,不过监狱建造的堪称铜墙铁壁,要想逃出来谈何容易?就算是德国这样规定越狱合法的国家,犯人们要想逃出去,且不被追究法律也是困难的,因为德国法律规定,越狱不能破坏监狱设施,伤害预警。 这怎么可能做到呢?今天咱们要说的是日本的越狱大王。 这位老哥11年成功越狱四次,他的名字叫做百鸟游戎。 能够频繁越狱,你可能会觉得,他一定当过兵,或者经过特殊训练,否则不可能这么熟练。 然而他实际上也仅仅是个在社会上的流氓地痞伴了。 他两岁的时候,失去了父亲,命运可谓坎坷。 但是他的体力却非常惊人,一天能够跑120公里。 这或许也是他后来能够越狱的关键吧。 1984年他和自己的同伙有没钱花了,于是便决定一起潜入别人家里搞点钱。 但是那一天,他们也是倒霉。 那家的主人居然因为有事提前回来了。 百鸟游戎就这样被发现了。 他一不做二不休把主人打死了。 然后和同伴逃走了。 警察通缉了两年也没有抓到他。 不过百鸟游戎却觉得这么躲住也不是回事。 于是很仗义地投案自首。 还向警察表示,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所为。 百鸟游戎的做法看起来十分仗义。 不过在我们看来却有些脑残。 他进入监狱之后,很快就后悔了。 每天面对柱墙壁和铁栏杆。 狱警一言不合就虐待他。 哪有在外面舒服啊? 他也因此萌生了越狱的想法。 他每天通过听狱警的脚步声,摸清了规律。 并用铁丝做了一把钥匙。 成功逃了出来。 把鸟游戎越狱之后,警察倾巢而出。 很快就将他再次抓捕。 1937年,他被法院定位无期徒刑。 并被移送到了东京关押。 因为曾经越狱过。 狱警对他的态度很差。 他于是就搞了一块铁皮。 然后用它在天窗上开了一个小洞。 通过这个洞逃了出去。 他业狱之后,还是被抓了回来。 为了防止他再次逃走。 狱警减少给他的食物。 并给他戴上了40斤的手铐和脚料。 但是他却找到漏洞。 每次都把饭菜的汤倒进手铐上。 饭菜里的盐分时间,一常把手铐腐蚀坏了。 他利用坏掉的手铐,拧掉了窗户的螺丝。 最终还是逃走了。 1946年月宇成功两年的百鸟游戎再一次落网。 这一次监狱对他进行了特别照顾。 24小时全面监控。 甚至上厕所洗澡,都有四个狱警拿住枪跟住他。 他每天盯住天花板。 狱警们亦以为他要从房顶逃走。 便一直加固。 其实这只不过是他的障眼法。 他真实的目的是挖地道。 他利用吃饭的旅盆,挖了各地道。 再次成功越狱。 而且人家觉得当时值班的狱警对他不错。 怕自己逃走,他会受到惩罚。 自己专门等了一天才逃走。 这么人性化的越狱者,还真是罕见啊。 1948年,他投案自首。 监狱为了不让他再次逃走。 在监狱给他的待遇变得很高。 1961年他被提前释放。 出狱后,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介绍自己的经历。 可逃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